像我們正忙我們也沒有發現 那主要是說 後面突然有公讀車就問我說 欸 那個客人怎麼不見呢 畫面中穿著白色短袖男子走進火鍋店 點了菇之後就入座享用 男子起身裝了醬料 吃了一陣之後就起身離開 之後往樓下走就離開火鍋店 而男子完全沒付錢 吃了一頓霸王餐 他就是他坐這個位置 那他大概六點四十分進來吧 然後八點整就準時的 就從樓梯這樣子默默的就走下去 然後人就不見了這樣 店家當時生意正忙 一度以為客人只是暫時離開 誰知道一去不回 店家事後也將監視器畫面PO上網 我們的餐點當下是真的有出問題 有上錯肉 但我聽我們的公讀車一直是跟我說 他點選羊肉鍋 那我們可能出錯 我們上到雞肉鍋 他也是把雞肉霸占著你知道嗎 位在雞肉仁海區的火鍋店 因為天氣轉涼 客人越來越多 但沒想到 卻遇上了一位疑似吃霸王餐的客人 店家說如果有需要幫忙 其實可以說出來 如果有民眾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他其實可以就是小聲的來跟我們說 那我們也會借盡所能的去幫助他 對那也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去占店家的便宜 因為其實我相信這個社會大眾一定還是很多 有這樣的愛情店家 你真的沒有辦法吃飯 你可以都可以跟店家講 店家說受到一起影響 大家的生活都不好過 但不應該用吃霸王餐來占便宜 店家公布影像 只希望其他商家別再受害 也希望警方找到這個人 把事情原委說清楚 記者黃少鳴 接著我們報導